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根据统计35到55岁的男性购物偏好1到2000万的物件 55岁以上的男性价格范围更翻倍 业者也分析2000万在中永合伙文山区还能换到比较大的生活空间 对高预算男性吸引力最大 相对CP值是比较高 大安区现在的房价动不动就一平就要90 就像电影里出权快狠准 民众买房精挑CP值银行也出手 合库新展永丰推动40年房贷 工股行库有青年安心成家 前两年利率1.44% 一般民众利率也从过去的1.8%杀到1.58% 他大概是可以负担600万的贷款 可是如果当20年调成40年的时候 他可以负担的贷款的金额就可以拉高到1000万的 专家看好各大银行跟进刺激房市 但资金负担低容易吸引年轻人进场也引起外界疑虑 已经拉高成40年了 所以未来的利率如果利率大幅的调升的时候 这个是一般民众要去注意到的一个风险 应该是不会吧贵吧 还款期限延长减轻购物族负担 不过要原买房梦还是得精打细算 东三财迷新闻完整洋招台报道